冥王清新第三集 宁锦之战 搬凳子开打啦 上一集 袁嘟嘟一炮送走摩尔哈赤 按黄太极的说法 你特么贪上市了 缤分三大路 六万小路向寝州袭来 袁嘟嘟刚看完给魏忠贤修生辞的装修设计图 直呼大事不妙 防御塔才半血 黄太极气势汹汹突然袭击本想着快速得手 然而守城的赵老兄是小偷荡鞦韆 贼能忽悠 天天送信出去说要一盒再问就是哈哈哈哈 为了锦州半个月一拍脑袋姓赵的你懵事呢 这边袁嘟嘟也没闲着跟23岁的天启皇帝要援兵 天启这时忙得要命到处震灾 金师还原地爆炸 根本没有时间做心爱的木匠活 于是派出万鱼援军出关帮忙 援军跟黄太极和运良队干了一仗 顶着大家都不是主力准点下班才是服的想法 双方快速达成一致 援军也撤退到宁免交差 围攻锦州的黄太极还在等老赵出来议和 黄太极挺精神的一小伙硬是被忽悠瘸了 等黄太极醒过来拿着拐 单车 单架三件套 向下一个目标一面奔来 袁嘟嘟一看着情况直呼 妙 妙 实在是妙 吩咐守城士兵外圣打钢路 照旧 葡萄牙大炮和各种黑科技守城装备造起来 安排援军和自己的骑兵出城迎敌 以外合击 这一仗十分激烈 有来有回 不像之前宁远之战只能龟缩 连黄太极的帐篷都被烧了三件套也没能信免 激战数日后 黄太极只好龙王跳海 回老家 这一仗双方损失记载不明 有说几百的 有说几千的 有说上万的 你来脑补吧 黄太极最后不甘心 继续回头打锦州 心里越想越气 没有你老赵这么做人的